謝謝 哈囉大家好 剛才阿芳剛才介紹非常的 很道地 對很道地 他把不該講的東西都講出來了 大家好 那其實現場有很多的前輩 那我今天講這個瓦佐品牌這個 其實 平白說 看到我前輩我有一點點緊張 對但是 實際上 剛才阿芳有講說每個15分鐘嘛 那其實這樣我在這種台上 拍拖太多的可能有90分鐘之類的 那我現在直接跳過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Daniel 我自己是視覺設計師 那我自己也是工程師 那我現在還在創業當中 這些是我的經歷 我在那個千奇企業 就現在的五萬噸 電子燒的 然後在雷音斯方科技也當過網站事業 然後在好玩家的一個遊戲公司 當過紀錄庫里 在卡提諾呢 當過RT的母者 那米亞多科的公司 就是我現在自己的公司 是執行總監 那這邊的話 我又跟大家稍微答一下 就是米亞多這個池啊 常常被人家就是誤會 被人家說 欸你好你好你好 請問你是米利多公司的總監 然後 什麼 馬上就 然後最主要的有一次 就是因為我簽那個總機 然後來 他說沒有沒有 你沒有簽 我有簽 我有簽 他來的時候 我說可是我發言看 欸我跟你們家叫米利多 我說我叫米亞多 他說我不管啊 因為現在上面那麼寫 我打電話去 欸那個米利多他們現在好沒的 好我認了 我認了 我也不知道可能會改公司名 這個是我之前的作品 但是這是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四五年前的作品 那因為我一直很打酷 所以我一直沒有更新這個泡泡 這泡泡的話其實是 我在去年的時候做的 那時候我在台中 也有弄一個聰明的聚會 那時候我才會分享 但是因為實在太多事情太多 所以我一直沒有更新 那這些的話都是滿久以前的作品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的話是我去年 去年年初的時候創業 我自己弄了一個 算是MIT的一個品牌 對那 因為我沒有打廣告 然後因為我所有的錢 都在打廣告之前 我就花光了 所以我做完之後 才發現說 原來並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我自己以為 就覺得說我好厲害 我會美術 我又會工程 反正我做的東西很棒 特效又特多 但是我那天特效到時候被 我後來有去砍 我就跟老闆聊天 還有老闆 然後一個跟我講 他說 你有做的很棒嗎 可是你那天特效 真的很假掰 好多語言 就是讓他出現啊 你在那邊坐在那邊飄飄飄 還是一過一過去幹嘛 浪費人家的時間 我第一天就說 偶爾還如此 因為砍到那邊 就是講了非常非常的 實在的東西 我第一天說 收了兩桌 那時候我想對 我有做的東西要 主要上下一個方便 而不是說讓他一直在那邊看測小 那沒意義 還浪費那個loading時間 那我回報好這次的主題 這次主題是說 我要做品牌嗎 因為時間只有九分鐘 所以我必須要跳著講 這樣感覺好像不太好 沒關係 如果廠下之後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稍後交流一下 因為品牌跟代工啊 其實他永遠永遠都會 有一點點相同的一個部分 我都相同的是指說 做代工我永遠都會說 我自己本身有技術都產生 但是為什麼我的理由那麼低 然後永遠都會羨慕品牌 就是說 欸他為什麼 低音很高 然後可是 每一次 我們都要很 很 就是很卑慧的去接受他們的訂單 可是說不知他們都不知道 其實品牌 他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研發市場跟行銷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先去找說 我今天東西推出來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賣 會不會賣的時候 他應該要回歸到市場面的時候 去發現說 我這個東西要怎麼推廣 怎麼樣有梗 可是代工廠的部分 他永遠不會想這些 他永遠都會問人說 那規格勒 那東西幾公分乘幾公分 那你這邊要幾條線 你等一下車什麼東西 他永遠不會想說 我這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我要怎麼包裝 我今天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給他家裡的故事 然後拿去行銷 所以我周邊有很多 有朋友的朋友 他今天他都可能是 他爸爸開代工廠的 然後他們是付二代 付代的付 因為那個所有的 都東國都爬落去 到他們身上的時候 都是爸爸的就是說 兒子啊 我之前賺很多錢 可是因為所有的廠商都去大陸了 所以 我這個東西想要收起來 然後兒子那個時候 就跳出來說 交給我 我一定可以振奮 我可以把我們家的代工廠 做絲襪啊 做什麼東西 把他振奮起來 不過後來看了百分之 大概有照五十六十的 通常都做一做一做的話 還會發現說 算了 還是收一收 又賠錢 因為他會覺得做品牌 太太簡單了 其實實際上 做品牌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那品牌的話 其實我剛才講就是說 品牌其實它是 幾乎是等於是 目標的消費族群 跟清楚的定位 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當然今天做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到底要賣給誰 而哪一些人會喜歡 如果是 講簡單的就是 你貼到的是誰 你貼的是誰之後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才會打動他 比如今天在場的 各位這些人 利用 今天禮拜六 我整個都要上班 我就忘記禮拜七 禮拜六的時間 大約來這邊 我們就很清楚說 今天如果 我今天如果是創業的 或者是 我今天想要分享 多認識朋友的 我來這場合就對了 我來交點就對了 所以今天全部來的 我都覺得說 是非常非常值得交朋友的人 所以我願意 犧牲我現在的時間 然後來這邊 跟交點這邊的朋友 然後來大家交個名片 那就變成說 今天你的TA的目標 非常非常明確 那今天你的定位的部分的話 你今天如果 今天我隨便我要賣的東西 你賣的東西的時候 你都搞不清楚 我這個東西賣出去之後 結果 我明明之後要賣賣給A 就是B在使用 那你根本就完全就錯了 可是代工廠 永遠都會做 這件錯的事情 呃 這邊又忘了大家去講 就是 品牌它永遠都會認為 呃 代工廠永遠都會認為 品牌它就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對 可是 它永遠搞不清楚說 這個品牌 這個名字 在成為讓大家熟悉 你知道的時候 它到底有多麼多麼多麼的發生事情 然後還有一堆 包括聽啊 或者是很多故事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在一個發酵 其實當常永遠都會想到這件事情 那 我剛才講的是品牌的故事 那我稍微要拉回來 講說我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 時間還有什麼 兩分鐘 好 呃 我現在啊 我現在在弄一個ZWeb 那 如果從ZWeb面上來講的話 欸 那個你 沒有用出來 可以多還我30秒嗎 哈哈 這樣不行啊 欸 對啊 沒有 好 我先操作一下 那為了部分的話 呃 它的起源其實是從 呃 我專門很多專案的朋友 跟一些就是 可能我今天 我剛畢業 或是我 我剛辭職的 但是我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那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 像它的網際網路啊 網頁還有各樣的搭達 你今天 你的網頁 你自己的個人網站 其實它就很像是一個 呃 你的地利商的名片的感覺 因為上面印的東西 永遠都是印粉絲團的網址 那 因為他說那你到底粉絲團 是沒觀望 所以然後再加上說 欸我現在如果我做一個網站的時候 動作是三萬啊 五萬啊 做好點可能十萬 那我今天拉回來想說 那我今天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把所有成本降低到 一萬塊以內就可以讓大家 看到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 網頁設計的一個作品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 呃 品牌代工 品牌代工的意思就是說 好今天你可能在路邊拍賣 然後慢慢賣到 哇你滿意的 開場自己跳出來拍光網 那你就會找我 啊我就會把你整個光網啊 高屋車啊 金流啊 透視啊 然後所有東西都做嘛 然後就使用就好 那在上面用你自己的 環式 嗯 那不好意思 請他可以幫我往下滑一下嗎 OK很可能解釋度的關係 好看一下這一點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第一個我們主打四個 四個動物就是 我們價格透明 專門服務 跟一千兩百塊的辦事 然後還有快速七天 就可以解決大家的問題 那 欸我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點一下這個 翻案價錢 幫我往下拉一下 我們現在翻案價錢 有ABC三種 第一種是六千 一萬二跟一萬九千 九百塊 人家說那麼便宜想逼死誰 我沒有想要逼死誰 或是想要帶給大家 有沒有 就是說我今天只有花一點點錢 就可以做很好的品質 有 就是從我這邊的位置開始 因為我覺得台灣太太太多 我跟一些設計師 他們都沒有朝向的進步方式走 那你可以 不好意思 可以再幫我加 扶他一下嗎 扶完 沒有沒有 這樣有在扶完 我們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服務 那等一下 我會發給大家一個 類似那個奉勸的東西 那大家會想說 欸你們有套版型嗎 有沒有什麼版型 那麼好看的 我發現我們這樣版型還不錯 你可以幫我點一下版型嗎 因為我只剩20秒而已 這邊是寫 時間很快 好奇喔 怎麼會那麼快 好 因為我們那個版型 都大概有分類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解析度 是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可以幫我點一個進去 謝謝你 我問我好慢 你可以再還我10秒嗎 就這樣我就很緊張 我就說 對啊 而且它都沒有好 好 像這個的話 它就是這個版型 我們的版型的部分 就是你直接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 你以後買到的版型 它長什麼樣子 它就 你現在看到的樣子 就是你未來的看到的樣子 裡面的圖片 動畫什麼 我們當時都是你們自己本身 你們當時都委託給我們 你們當時都委託給我們 然後我們有很多 美術的客服 會直接服務你們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有那個 08-09的免負負負責 那大家當時有興趣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打來 你們打來聊天也沒關係 啊我們的客服都是女生 對 我要保持1比9的那個 目標手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啊 我在介入3秒 這是我的那個小禮咧 我很太太 這邊就是 大家可以讓我再往這個 謝謝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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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